第1554集 啊 我们这边弓箭手呢 谁射呢 给我开弓 射爆他们 楚风大喊 在他身后 这群人快崩溃了 这位各种林敌惊艳 真是太愧缺了 嗖嗖嗖的 无数箭鱼像是雨点般飞起 朝着楚风他们这边倾斜过来 当然 他们这边也有人开弓 放箭 回击 楚风喝道 盾牌 挡住 出击 在这种关头 生死磨难可以让一个人成长迅速 学习速度飞快 楚风看到不远处别人怎么指挥 他也立刻跟上 毕竟战场太大 前锋有好多个呢 此外 他还直接向着对面的敌人学习 曹爷不发威 你们真看我好欺负 当我病猫啊 杀 楚风拎起一面巨大的制式盾牌 第一个冲了出去 同时他的右手发光 将一杆又一杆黑色的铁毛投掷出去 全都爆发能量光滑 宛若一轮又一轮黑太阳向前降落 而后炸开 这种傻声力太惊人了 对面的军队 那密密麻麻的人影间一杆又一杆黑色铁毛落下 成片的人惨叫 因为被注入能量的黑色铁毛炸开 每一次落下都会洞穿出一片血色大坑 一毛落下 周围就是十几人遭殃 结果 楚风一口气投掷出去数十杆铁毛后 生生的将瞄准他这里的一群弓箭手给压制了 在他身后的一群人眼晕 这位也太生猛了吧 以一己之力压制对面 同时 他们还有点心惊肉跳 这位前锋这是太负责了 还是太不负责了 都没管他们 自己一个人就杀过去了 将他们甩得远远的 有人喊道 我们也杀上去 曹子大骑迎风斩动 血色齐面 有些射人 烈烈作响 战场上 对面的人太多了 无边无际 当楚风杀过去后 丢开盾牌 扔一下飞毛 抽出从猴子那里 抢来的狼牙大棒 轮圆了就砸 就这么一瞬间 噼里啪啦 血光四溅 各种凶勤猛兽 以及人形生物 全都如稻草人一般横飞 被他抽飞出去 被他打餐 有些直接在半空中爆开 哪里来的野人 太疼猛了 吓死宝宝了 逃啊 对面不少进化者 直接崩溃了 还没有见到过 这么生猛的前锋呢 一点也不惜命 只身一人就杀过来了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想要围裂 干掉他 居然失败了 反而被他用狼牙大棒 直接拍死一片 野人 你找死 就在这时 一声鸟鸣 刺耳无比 像是两块金属板 在摩擦 一只三头怪鸟 张开肉翼 扑杀了过来 他 长着蛇的尾巴 三个鸟头 像是属于卵族 毫无疑问 他很强 是贺州阵营的一位前锋 带着射人的能量波动 震动虚空 张口 喷吐出密集的闪电 要绝杀楚风 楚风大吼着 滚 右手拎着狼牙大棒 左手 则捏拳翼 是正宗的闪电拳 是当年少女夕 在小阴间时教他的 这是杨洁 非常出名的战绩 不少强族都掌握 可插一声 半空中 电闪雷鸣 这次雷霆的碰撞 楚风身形丝毫不受阻 依旧的在向前冲 而那头怪鸟前锋 则身形晃动 有些不稳 险些坠落下半空 就在这时 楚风一跃而起 手持狼牙大棒 就打向半空中 这头怪鸟怒吼 躲避不开 直接硬撼着 杀 结果轰隆一声 漫天羽毛凋零 这头强大的怪鸟 满身是血 倒飞了出去 楚风不管不顾 直接追杀 轰轰轰的 这片地带 宛若雷霆在狂劈 楚风手中狼牙大棒 挥舞个不停 将挡路者 全部打飞出去 不少都化成血雾 他在追杀那头怪鸟 谁敢拦阻他的道路 就会被他清理 那头怪鸟 没有能飞逃走 接连迎了楚风十几机 最后终于承受不住了 一声怒吼 在半空中解体 他是被楚风 用狼牙大棒 一棒子给打爆的 满天血液飞洒 震撼了这片战场 楚风震臂 弟兄们 给我杀呀 冲着后方喊道 结果一回头 我去 人哪 都还没有跟上来 只有他自己 杀进了敌群中 然后他就不管不顾了 轮动狼牙大棒 在这里清场 直到横扫群敌 将自己的人接应过来 这才稍微驻足 这片地带被血水染红 满地都是敌人的尸体 跟着他的这群人 这叫一个心惊肉跳 同时也无比的震撼 这位也太猛了 一个人就差点横扫这片区域 楚风一挥狼牙大棒 杀 再次向前奔跑 亲自冲杀 这次 身后的这群人有了经验 簇拥着大旗 急忙追赶 跟着他一起杀了上去 诶 史家 就是你们了 楚风看到不远处 有史家的大旗迎风招展 此外还有一辆战车 上面立着一个少年强者 敢挡在楚风的前方 不管是兵器 还是凶勤猛兽 全都被他砸肥 他像是一个人形杀戮机器 一路碾压过去 他杀向史家那里 他对这一族没有一点好感 那个史皇屡次三番地找他麻烦 楚风之所以跟人王家族墨家结仇 最初也是那小子挑拨的结果 史家小子 陷上狗头 楚风大吼 震动这片区域 短时就有两名年轻人杀了过来 那是史家的人 然而这才交手没多少下 啪的一声 其中一人就被楚风给砸死了 结果另外一人胆寒 想要逃走 也被狼牙大棒打烂脑袋 战车上 史家的核心子弟 顿时瞳孔收缩 大怒无比 亲自弯弓搭箭 射杀楚风 啪啪啪的 楚风连续挥动狼牙棒 这么沉重的兵器被他提在手里 像是挥动细木箭 太轻松了 将那些箭鱼全部打落 而且他一跃而起 直接杀了过去 轰杀向史家的少年强者 这片地带 爆发刺目的光芒 史家的少年迎敌 但是却被阵的虎口裂开 血流如主 兵器俱颤 手臂都差点折断 楚风不管不顾 向前猛攻 结果 这才竖时机而已 史家的少年强者就受不了了 驾驭战车 转身就逃 那车辆离地而起 发出刺目的光芒 史家少年强者回头怒声道 草 你等着 他要去请人 找家族中的绝顶人物 干掉此人 楚风大怒 你敢骂小爷 看到史家少年驾驭战车飞起来 楚风忍不住 轮圆了狼牙大棒 而后猛然地投掷了出去 当的一声 这沉重的兵器 在半空中击中战车 直接将他给砸了下来 草 你懂不懂战场扔到钱规则 我竖着大旗那来自史前世家 史家 那个少年强者又惊又惧 载落在地上 翻滚出去后 急忙起身 气急败坏的大声喝道 战车砸落在地上 一片进化者 骨断金蛇 血液渐起 吵死啊你 还干嘛小爷 我宰了你 楚风大不留心冲了过去 追随前锋 草 沙哑 草 身有无敌 就在这时 后面也有人大吼 让楚风脸色发黑 草 沙哑 草 无敌 这片区域喊声震天 整齐华裔 像是雷霆般的 在这片地带激荡 轰隆作响 楚风黑着一张脸 迈开大步 向前冲去 追杀史家的少年强者 他怒吼着 小兔崽子 你给我站住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